威光会吸引威光 威光会照亮威光 我们相互找到 然后我们一起发光 真的 我不骗你 他讲对了 好 红方一辩小路 有请 身边的同龄人都过得比我好 我该不该玩命追 当然得追 你说这些同龄人 我随便追到一个嫁给他 我这辈子就妥了 对吧 当然这是开个玩笑 做个独立女性有点累 偶尔开个不独立的玩笑 放松一下 但我作为一个负责任的依辩 我的任何一个玩笑 都不是白开的 我这个玩笑的深意是 我们说的追 不是去追同龄人 而是去追你认为好的生活状态 对吧 很多人会觉得 哎呀 我不追 只要今天的我过得比 昨天的我更好就可以 放不 人活于世 难免要比 对方三位如果不想比 为什么不果断放弃今天的比赛 对吧 陶渊明先生不会觉得 周围的同龄人过得比他好 因为他的周围都是菊花 和竹子 他已经远离了这场城市的纷争 而我们为什么要去比 周围同龄人的好呢 因为你我皆凡人 活在人世间 终日分拨苦 周围的同龄人 就是我们最好的参照 对吧 哎 我不跟我周围的同龄人比 去哪儿比 比我远方的同龄人张艺兴 我别说是玩命 我就是不要命 我也是追不上了 好吧 大家看这个玩命啊 玩命追的玩命呢 它是一个形容 不是让你像极限运动员那样 实实在在地玩命 好吧 这个玩命代表的是一种 对人生认真负责 劳逸结合的态度 劳逸结合 这个玩命和拼命是不一样的 因为拼和玩是不一样的 对吧 大家想想 拼乐高听起来很辛苦 玩乐高听起来就很快乐 有很多朋友 很多朋友觉得 我不要玩命追 玩命追好辛苦呀 没那么辛苦 朋友们 当你比周围同龄人都差 那你就是倒数第一名 而你只需要稍微努力 干过倒数第二名 你就成功了 对吧 你想想我们周围这些同龄人 但凡有点脖子 都比冯晓彤过得好 而冯晓彤的玩命追也只不过是想有点脖子呀 连这个我们都说不要吗 你们能理解冯晓彤的痛吗 命运甚至都无法扼住他的喉咙啊 命运对他束手无策 朋友们 我们面对这身边的同龄人都比我过得好 这样的绝境 居然还有人觉得我不要追 大家真的是被丧玩话荼毒太深了 真的 醒一醒 别承天人间不值得了 好吧 你们知道人间不值得的鼻祖 在人间挣了多少钱吗 你们看到他在人间甩开了同龄人多远吗 他说人间不值得 是因为他在天上你在人间 还有大家再想想 什么陈天跟你说什么 世上无难是只要肯放弃的大张伟老师 他有多玩命 他玩命写出了多少首歌 他为了甩开同龄人都单飞了 喪文化就是那些甩开你的人 用来让你站在原地不要动的 你又不是朱自欣 凭什么站在此地不要动 同龄人是给你买橘子去了吗 别人啊 人家只是嘴上说着丧 其实忙得上不了亢 你呢 一听着就闻风丧胆了 丧心病狂了 陈天垂头丧气 丧家之犬都没有你丧 从现实和逻辑上来说 我们周围的同龄人 不可能都比咱们过得好 对吧 比我有钱的人 他身体可能没有我好 对吧 比我漂亮的人 他可能没有我快乐 但一旦你觉得周围的同龄人 都过得比你好 说明你看不上自己的生活了 你觉得自己过得不好了 你对别人的生活 非常强烈地在意和忌妒 让你不在意 你根本做不到 这个时候你只有玩命追 你才能放松下来 对吧 我们断绝妄念的方式 就是全力以赴 想想 我是一个透口秀演员 我在做透口秀演员这些年 我从来不觉得我周围的同龄人 过得比我好 我觉得那些比我有名的演员 我觉得他们段子没有好 那些比我有钱的演员 我觉得他们段子没有好 那比我段子好的演员 我觉得根本没有 我一直觉得自己过得可好了 但是我今年崩了 因为我已经意识到 差距已经不使我能 用靠心态来调节可以解决的 真的 现实是如此刺眼 你说我现在单场的演出收入 跟我六年前入行的时候 几乎没有太大差别 但同龄的很多透口秀演员 他们的收入和名气 已经是我的几十万倍 几百万倍了 我几年前骑着我的电动车 在北京的大街小巷 流窜演出 这么多年过去了 我还骑着那辆电动车 在北京的大街小巷 东喷西跑 这说明什么 说明我的电动车 质量真的很好 周围的同龄人都过得比你好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呢 就像高三的你 突然有一天发现 你们全班都保送清华了 只有你自己一个人 孤零零地坐在那个教室里 看着你那份黄高蜜卷 你周围的亲戚朋友 还拿着你同学的高考作文 来讽刺你说 哎哟 你为啥不上清华呀 是因为不喜欢吗 现实已经很让人痛苦了 还有一些媒体丧心病狂 他们采访不到这些同龄的 比我出名的脱口秀演员 就退而求其次来采访我 他们甚至都没有为我 改变一下这些问题 上来就直接问 哎 杨丽说男人是垃圾 是想拨人眼球 还是她真的艳难呢 哎 陈璐斯文离婚 是因为斯文太好笑 还是因为陈璐不够好笑 哎 你怎么看雪国列车呀 我怎么看 我用爱奇艺看 朋友们 我们人生中很长 真的 有很多时候 我们的追逐 我们的玩命追 甚至都不是为了赢得荣誉 只是想逃避羞辱 你说我一个脱口秀演员 来到奇葩说这样一个 脱口秀演员频频阵亡的辩论节目 其实就是一种玩命 对吧 一不小心就丢人 稍不留神就丢命 但我还是得来 因为我想告诉我自己 也告诉那些 一直在线下 辛辛苦苦做喜剧的人 天道是会酬情的 你只要在线下 不断地努力付出耕耘 总有一天 别人会看到你发光的样子 在我目前这个人生阶段 玩命追 它甚至不是一个选项 它是我能想到的 唯一度过这段人生的方式 我知道 现在很多人会觉得 追确实很辛苦 当然我们都有 安于现状的自由 但是如果你并不甘于现状 你觉得自己 并不该只是如此 你焦虑了 那么只有你的努力 能够缓解你的焦虑 很多人觉得佛系很好 天天说自己佛系 但是朋友们 佛不也是凡人努力 才成佛的吗 没有成佛之前 谈什么佛系 那都是逃避 我们在这里 不是要求你做那个 最斗志昂扬 最热血沸腾的人 只是希望你不要做一个 拧巴的人 如果有你认为好的 你想追求的生活状态 你就去追 不然你会把自己逼得 越来越没有选择 最后你的人间 被迫不值得 我们的努力 甚至都不是为了 达到什么万人瞩目 只是希望在百花齐放的时候 你不是最孱弱的那一朵 所以如果身边的同龄人 都过得比我好 我该玩命追 谢谢大家 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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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来获得44票 这么多票 好 反方一变 哪位 大王 来 有请 大王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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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 什么叫过得比我好 好的标准是不一样的吗 你觉得开法拉利好 有人觉得骑共享单车跟环保 你觉得天天海鲜鲍鱼好 有人就爱吃驴肉火烧 你觉得年薪百万 财富自由好 李淡觉得酒量还要才是真的好 所以如果有人觉得身边的同龄人 过得都比我好 这个不是事实是这个人的心态出了问题 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都是有好有坏的 大概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好 对吧 有钱的他遇不到真爱 有真爱的他赚不到钱 身材好的身体不好 长得好看的 他山根肯定透光 左看右看一下 什么都好的 好着好着 对吧 他就没了 所以比较之后我们会发现 自己过得最好 这就是我的第一点 我们每个人其实都可以找到 自己的一个情绪支点 总有一个点 能比你同龄人过得好 听到了没有 情绪支点 一个新词送给大家 祝大家新年快乐 他这么一说话 我就好想看痛不痛快 再来 就算大家过得都比我好 那我觉得也挺好呀 比如说他们可能非常有钱 对吧 世界上最感人的话是什么 但我已经买了 有钱人最大的优点 就是不会跟你 所以我不仅不追 我还要大大方方的穷 其次 他们可能比我快乐 快乐 那不可能 我要不是光顾着快乐 也不可能身边的同龄人 过得都比我好 论快乐 我最擅长 我跟大家说 自从我在奇葩说 感受到了智商差距之后 我就接受了自己是个 快乐的笨蛋这件事情 并且还养成了一个嗜好 就是给黄之中讲八卦 真的特别快乐 有才华的人 真的很容易被你的这种无脑幽默 都在哈哈大笑 他每笑一次 我都觉得 自己真是一个快乐小宝贝 他有他的逻辑 我有我的快乐 那我都这么快乐了 我还玩给你追个啥 做人嘛 最重要的就是开心 朋友们 最后 我来聊一聊 我们来聊一聊老吉巴吧 大家还记得肖肖吗 记得 记得 就是是不是觉得他拿了 BB King之后就虔诚无忧就上岸了 没有 他拿了这份荣誉之后 他反而觉得自己更要玩命追 我见过他最努力的样子 就是在家里为了打好辩论 一遍又一遍地看奇葩说 然后研究大家的逻辑 寻找大家的漏洞 然后经常在家里发疯一样地 踱步走来走去抓耳挪塞的 为了想出出其不意的观点 新的观点 他家里有一块特别大的大白板子 用来写论点 他总是写满了又擦掉 擦满了又 擦完了又写 就是那块大板板子 本来可以摆得照镜子 现在上面全是洗不掉的 那个字墨和笔印 有一段时间他压力特别大 就是情绪特别容易崩溃 然后经常在家聊天 聊聊好好的 然后就开始抽气 然后半夜的时候 给我打视频电话 让我听他背稿子 一边背一边哭 你说这个时候 看到他这个样子的我 应该跟他说什么 我说你还不够努力啊 你的同龄人都在你前面 你玩命追啊 我要这样跟他说吗 我说不出口 我只想跟他说 没关系的 你可以停下来 你休息一会儿 哪怕你被同龄人甩下了 我还在你身边啊 我还在啊 我觉得我们跟同龄人的关系 不是你追我赶你死我活 而是不管谁被落下了 我们愿意停下来等等他 等他休息好了 我们拍一拍他 今天跟他说 没关系 我们一起出发 对方只想做你 跑道上的那个竞争者 而我愿意做你永远的 那个陪跑员 以上 好上 可以的 可以的 他好像最后这个话 还是挺重感情的 因为他跟萧萧的那个 半夜通话是真实发生的 但是他们俩 当然主要聊的话题 都是山根透光的话题 对 其实你知道什么是山根透光吗 不知道 刘教授也不知道山根透光 对我说 山根透光就是 就是鼻子这个地方叫山根嘛 两眼之间 这个鼻梁那地方叫山根 这个地方 因为异常的地壳变动导致的隆起 所以从侧面看过去容易透出一种 奇怪的光芒 唯一的光芒 对 萧萧现在不光山根透光 现在他全身透光 好 现在正方领先 三十一票 我们有请双方二变 正方二变 冯晓彤 加油 他长得好发 大家看看 一个海绵宝宝都过得比你们好 你们还不玩命追吗 来 看看这道题 身边的同龄人过得都比我好 我该不该玩命追 这题真的好古老啊 好像人有大脑开始就这么思考 前两天我跟同事打电话 我问他这道变题该怎么打 我哪个旁边听着 他说 这变题似曾相识啊 我在生产队放猪的时候就思考过 当时我就觉得所有同龄人过得都比我好 没想到五六十年过去了 同龄人还这么整齐 我就撂了电话 我说奶奶既然这么有想法 那不如跟我聊一聊 我说奶奶 如果你被同龄人都抛下了 你要不要玩命追呢 我奶奶说 你说的是什么话 我都九十了 我的同龄人可不把我抛下 自己先走一步了吗 你让我怎么追 这个不能追啊 这段东北智慧老人的发言 告诉我们一个什么道理呢 那就是在座的各位 如果是平均年龄85岁以上的老人 我建议你们也不要追了 因为我怕你们的儿女跟我玩命 关键是在座的各位 不就都跟我一样 是彪肥体壮的年轻人吗 哎 年轻人不玩命 谁玩命呢 我们不就是爱玩吗 对吧 这叫玩命不公 而且命只有一条 咱们要玩在刀刃上 哎 年轻的时候玩命追 是特别有性价比的一件事 第一 你命硬 玩不死 第二 你体格好 你能够玩的时间很长 最重要的就是 别人在最好的年纪扯犊子 你在最好的年纪玩命追 虽然你们现在的起点 可能是不一样的 但是再过20年 我们来享会 到时候再看看世界属于谁 只要你足够玩命 再过20年之后 你就让他知道什么叫 先胖不算胖 后胖压倒靠 而且看过这道题的描述 我就越来越生气 这个变题的描述方法 让我觉得非常的冒犯 它的攻击性不强 但是侮辱性极强 它就好像在问我们什么呢 宿舍里面你脚最臭 要不要玩命洗 大街上你牙最黄 要不要玩命刷 变手里面你脖子最短 要不要玩命撑 必须得玩命 不要跟我说你是一个风轻云淡的人 你要真的是风轻云淡 你怎么会觉得身边的同龄人 过得都比你好呢 你不就是那个白天说着无所谓 晚上比到不想睡的人吗 既然比了 咱们就大大方方地说出来 我妈有一句治理名言 我想分享给在座的各位 那就是人生只有两条路 要么不要比 要么不许输 年轻人不就是比来比去吗 你如果不比来比去 那办公室跟雷因斯有什么区别 对不对 我们就是如果发现身边的同龄人 过得都比我们好 只有一个解法 就是立刻拼命追 你问我什么时候是最好的时间 现在就是最好的时间 而且你一定要玩命 因为你能玩的时间就这么多 这个时候你越玩命 停下来的时候 日子过得才越安逸 对方今天一直说的是什么话 跟我们说 这个你这样比较下去 你们会越来越累 我觉得就是这个社会上 经常说的一个词 内卷 我觉得大家不要害怕内卷 这个词已经被严重妖魔化了 内卷就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我们早上吃的每一个早点 都是内卷的 花卷 面包 那个煎饼果子 都是往里卷的 往外卷的那叫披萨 只要你有目标 而且能够有正向的反馈 卷的过程 不就是爽的过程吗 今天这条片题 是我自己选的 这就是我人生的真实写照 我其实就是一个特别爱拼的人 我从来不觉得别人 光我叫拼命三郎 是在说我坏话 我觉得就是在夸我 我能力不够就只能努力来凑 因为不努力就能超过同龄人的方法 都写到了刑法里 所以你不要劝我自主常乐 这么多年了 我知道自己乐不出来 跟我一起录节目的老奇葩 都知道一件事 就是如果半夜睡不着觉 或者写不出稿 给我打电话 我一定在线 因为那个时候我还在拼 还在背 还在努力 这一季很多人都说 小童这么拼 是不是想拿BB King呢 我说 我没有这么大的野心 真实的想法就是 我在默默地跟我同龄的辩手们比较 然后我发现 我没有他们那么受欢迎 是那个耻辱感 逼着我熬下了一个又一个的场夜 是他在陪伴着我 上一季结束的时候有一个事 就是我们队 就是有战队嘛 一起去吃饭 吃完饭走出来的时候 好多人在跟小黑合影 然后我在旁边帮他们合影 那一刻我就感觉特别尴尬 我想找一个地方钻进去 我就想大家一起录节目 大家上了一样的场次 然后人家那么成功 我只是他旁边那个 别人不知道名字的胖子 我能怎么办呢 我只能更拼命 我只能更努力 我只能写得更好 争取让更多人看到我 这就是我觉得这道题唯一的解法 去年最崩溃的时刻 是决赛结束 我发了自己的卡段 但是所有的人都在讨论 谁是BB King 我为了晚尊 我删掉了又发了一遍 有一个人给我评论说 你好拼 我觉得好扎心 我特别拼 那场我写到半夜三点 背到半夜五点 我是红着眼睛打那场比赛 但大多数的人都把它直接跳过了 我可以承认这个世界 有的时候就是不会眷顾我们这种普通人 但是能不能给我们这些不够耀眼的人 留下一个奋斗的这个字 因为这是我们人生里面最后的一个交代 只要我们还在玩命 我们还在奋斗 我们就对自己有交代 如果你不能给我一句 好棒 好帅 好精彩 那就请给我一句 你好拼 好棒 好棒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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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棒 很棒好吗 这次说得好 很棒 好棒 小彤又锁在了46票 很棒 很棒 反方二变 谁啊 我 来 任高明 恭喜 终于加油 搞得我也想玩命追了 我跟小彤都是去年 在这个节目上出现的 我一直很喜欢小彤 我也跟他合过影 但从来不是因为 你看到别人好而去追 而是因为 你就是那个最独特的冯小彤 你努力的原因不是因为别人 而是因为我喜欢的 就是那个独特的你 好了 来 接下来开始 我开心的路程了 同龄人都过得比我好 不如换一批身边的同龄人吧 真的 这个题就是三个大字 反应慢 你说你们 是第一天认识身边的同龄人吗 一定不是 人家努力的时候你看不着 他过得好了 你敢着急 赖蛤蟆跳牙 你这会儿想当蝙蝠侠了 完了 看到有人过得比我好 确实会心动 但是有些好 我们配吗 这个场上从来不缺女团成员 但是没想到 这里还藏着个过气男团选手 对吧 就是我本人 曾经我身边有很多同龄人 靠选秀过得好 我就动了邪念 去参加了一个唱跳男团 那个男团的名字非常喜庆 叫做快乐小子 你们看看我这个德性 我是快乐呀 还是小子呀 我都这个岁数了 而且我非常玩命 我跳舞一跳就是一个通宵 但是你们看看我 我底子差 个儿又高 我跳得越努力 我越像一只喝多的大唐狼 你们知道 我为了在这个团队里边能活下来 我有多玩命吗 请看 哇 这是我 我手里捧着一团真正的火 火云掌 我的队友都在放声歌唱 我在一边尽情燃烧 我当时唱的那个歌 叫《逐梦》 不是 叫什么来着 那个歌叫 什么《追梦赤子心》 对 《追梦赤子心》 就是这个歌 我给你们演一下 他们四个队友就在这唱 下一秒我就打这个火 他们就向前跑 就跑了 把自己给点了 因为我唱歌真的不好听 是吧 当然没关系 现在快过年了 这张图片祝各位 红 红 黄 黄 我跟你说 在那个团待了那么久 我的队友都是艺人 而我靠这些东西 成为了一个 手艺人 而且我也非常之努力 你知道唱跳不行 就要搞人设 我本人什么都不会 最后靠着中国传媒大学的 研究生文凭 成为了本团的学历担当 我的人设叫博学 听说过博学艾斗吗 我干过最荒谬的事 是在一个跨年直播的后彩 给大家做了一道数学题 答案是1688 祝全国父老乡亲一路发发 神经病 我现在想想 那个团到最后就是被我活活搅黄的 这叫什么 这就叫 屎克朗进汤碗 冒充唐超小栗子 我跟你们说 在擅长的事情上努力 你会越努力越幸运 在不擅长的事情上努力 你只会越努力越迷茫 我虽然不再是那个唱跳的快乐小子 但我可以是这个台上的快乐宝 上 第三 玩命想过得好 你会越过越不好 我原来就认为有钱就是好 我就拼命地搞钱搞钱搞钱 然后每天睡不着 教育天就会数羊嘛 一只羊 两只羊 三只羊 数到第五只羊的时候 那个羊就会开始点钞 然后立刻惊醒搜索 人睡几个小时不会死 回答非常简单粗暴 只要能行就不会 然后我就更不 我就更不敢休息了 你知道一个真正玩命的人 他是不敢休息的 因为休息会让这个人有愧疚感 只要命没玩完 就要继续玩命 而且你知道就是因为想要攒钱嘛 你玩命挣来的钱 你敢轻易花出去吗 我干过最荒谬的事啊 就是我有一次想省一个打车钱 我从三环到五环 南下一共21公里 我扫了一辆共享单车 骑了三个小时一路骑回家 一共花了七块钱 哇 我当天觉得 我是最会省钱的好孩子 第二天 这个最会省钱的好孩子 花了270去做中医证股 有什么用 有什么用 是不是非常之荒谬 我跟大家说 我们这个池房 并不是要告诉大家要放弃 而是让你们用一个更舒服的姿态去努力 当你能够笑着努力 你才能够真正地享受休息 送各位一首小诗 路漫漫其修远兮 不妨偶尔打个D 好吧 山一城 水一城 奋斗路上用同城 好好给自己放松 放松 加油 好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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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想说一点自己的感受 其实这个节目呢 奇葩说第一季我就来过 这个舞台上的很多人 都是我在这个节目里的同龄人 然后我就一直追 我奇葩说七季了 我来了五次 然后我就一直追 你知道追不上的时候 人会有一种特别奇怪的心态 你会陷入一种困境 你要不然恨别人 你要不然恨自己 我有一度是真的很讨厌 这个台上的人 我讨厌他们 为什么离我那么远 我讨厌我自己 为什么拼尽全力 也追不上他们 他们很多人 我都有微信 第一季就加了 他们在我的那个列表里面 叫好友 但是他们在我的心里 叫目标 然后我追不上嘛 我就想 那我就模仿他们 既然大家都喜欢他们 我 他们会讲逻辑 我去模仿他们的逻辑 他们会方言 我去自己也学一个塑料普通话 我觉得如果我像他们了 我是不是有可能 就追得上他们了 我是不是就可以 让观众喜欢我了 那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 是我在第四季奇葩大会的时候 被马上热搜 被全网群潮 其实那些没有伤害我 那最让我难过的是 马老师当时问了我一句话 他说高明 我在你身上看到了很多人 但我没有看到你 我回家的路上泪流满面 因为我心里知道我在哪儿 我在追赶别人 我在他们的影子里 我成为了一个奇葩的赝品 我弄丢了我自己 我后来无数次地想 为什么喜欢舞台 喜欢掌声 喜欢大家的笑容 是因为归根结底 我希望得到大家的确定 确定我自己 我在模仿那段时间 也得到过确定 但是我没有办法确认的是 大家的笑声到底是 在肯定我 还是在肯定什么 直到什么时候 直到我去年海选的时候 说了一个邪后语 全场放声大笑 那一刻我觉得 让你们开心的 是我自己 不是别人 我在这个节目上 一直带着两个名牌 这个牌子就是 四年前的奇葩大会 留给我的 我一直提醒自己 不要忘了当年那个 因为追赶别人 而迷失自己的 那个阮高明 这个牌子的背后 藏着的就是当时 那个在模仿别人的我 四年前 我的那次后才 我对着镜头说 我想再来这个舞台 我想跟过去 那个不成熟的自己 说一声再见 今天了 我想对那个 放弃追赶别人 努力做自己的我 说一声谢谢 第一季 我在电视上认识了他们 第四季 我在拙劣地模仿着他们 第六季 第七季 我靠做自己 成为了他们 我依然很天命 我依然很努力 但是我没有模仿任何人 我的前面 没有任何人 挡住我的光 我叫阮高明 谢谢 阮高明好棒 好棒哦 好棒哦 阮高明很久以前 我就跟他一起做过节目 当时我认识 当时我觉得这孩子 灵牙俐齿 特别厉害 然后我就对他印象特别深刻 然后 因为我喜欢看七八说 包括七八说的海选 我都看 所以在海选的镜头里面 我看到了阮高明 我说他也去报名了吗 然后我发现他没有考上 我挺伤心的 我说他很优秀的 后来我想 既然小阮当时没有考上 一定有当时他没有考上的道理 应该有他成长的一个过程 但是我这次来录像 发现我在现场有阮高明在 我特别高兴 因为你考上了 用你的实力 好 谢谢明儿姐 阮高明从反方落后四十六票 掰到了领先二十一票 阮高明棒 好优秀 好 我们来 双方二变 方晓彤 阮高明 秀秀 行了 来 来 高明 你不论是快乐小子 还是齐发说 自己都已经努力过 才走到的今天 为什么你要劝在座的各位 不努力呢 是怕他们追上你吗 努力可以别玩命吧 命玩玩就很容易玩没了 多感觉 你那还不够玩命吗 各位 昨天晚上背稿子背到六点 我在走廊里看见他浮面膜 差点吓死我 巧了 背到六点 我是背到了五点半 还是睡了四个小时的 真玩命 我是背到现在绝对不会睡 玩命又不是不要命 你玩能把自己玩死吗 玩命不就是不要命吗 谁说的 玩命 为什么要放了 下面两个词 玩命能休息吗 玩命能休息吗 你说有个大老虎 在你后面追什么 你敢休息 你休息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曲艺形势叫二人转 这个又没有上去名气这些秩序 我问问高明 今天你说追同龄人就是模仿同龄人 那不对吧 你现在不也是在追着他们 或者说你刚才说那些前辈们 他好的状态 他好的状态 我们为什么不能追求我们想要的生活呢 你起来我没有追他们 我是在追求这个舞台而已 对 你在追求舞台也是一样的 因为你喜欢他们有的舞台 所以你们也来 你也追到了这个舞台上 这就是我们说的拼命追 追一个好的状态 拼命追 但我不会认为同龄人都过得比我好 这不会是一个好的状态 如果我认为我比所有人都要差 对不起 我的追一定是负重前行 一定是负重前行 当然了 对啊 就是因为你已经负重前行了 难道还要不前行吗 对啊 前行可以轻装上阵 努力的姿态有很多种 我告诉过大家了 一定要学会享受休息 可以偶尔用一用同城旅行 用同城旅行的时候 同城旅行也是拼命追过了行业里 各种旅行软件才能做到这里 收到了金属 我就不能说啥了 好 好 很好 非常好 很好 最后这句很好 厉害 心急得很好 追回来了 小童追回来了 我一直啊 一直分不出胜负 突然把赞助商蹲进来了 是不是 我觉得难得的 就是他们两个开始争那个 拼命 完命追那个词的时候 他们两个怎么进入那个状态呢 很有过年的气氛 那个 来 有请正方三面 梁秋瑶 好 好 各位好 今天是淘汰赛 我不知道这会不会是我本期最后一场比赛 但我很庆幸我选了这道题目 可以跟大家说说我的心里话 高明刚才有一句话非常打动我 他说 什么叫做身边的同龄人都过得比我好 是我反应太迟钝吗 他们一直在我身边 我怎么之前没有发现他们过得那么好吗 我会理解为不是我的反应太迟钝 是在此之前我都没有遇到那一刻 我都没有遇到我真正在乎的人和事 我才会误以为我自己好像过得还好 你知道人一生最悲哀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吗 是有一个你生命中真正重要的人 你发现自己不够好 你没有能力保护他 那一刻 不是我迟钝 是直到那一刻 你才会恨自己 我为什么没有那些成功的同龄人那样的力量 我为什么不够强大 我为什么不能够保护他 我为什么不能够守候我真正重要的东西 我当然理解 对方想告诉我们的境界 智慧 快乐 可是我们怎么获得 身边的同龄人都过得比我好 我该不该玩命追 我什么时候心态变好了 冉高明 你是放弃了 留在原地宅着你的心态 就自然变好了吗 大王 你安慰稍稍的方式是让他不写稿吗 他能够坐得住吗 对方病友今天告诉了我们 不要玩命追 不要玩命追 可他从来没有告诉我们 我们应该做什么 冉高明是怎么走出来的 奇葩说你参加了第二季 第四季 第六季 第七季 连节目都不再换一个 你告诉我你不再追 晓晓每天写稿写到半夜六点钟的时候 什么东西能安慰他 是努力本身 我很喜欢的篮球队NBA的波士顿开尔特人 他们的训练馆上有句话 叫做不要害怕疼 没有什么东西比生活本身更疼 如果你害怕痛 那你就想一想是训练和努力的时候更痛 还是失败时候的悔恨更让你心痛 我当然知道 当我觉得周围的人都过得比我好的时候 这不是一个理想的状态 可是怎么样达到那个理想的状态 是通过你的玩命努力呀 玩命追过之后你会充满骄傲和自信 因为你知道我也曾经尝试过 我没有对不起任何人 你再也不会嫉妒任何人 因为你看到别人的成就 你不会去酸说我上我也行 你会了解他背后原来付出了如此多的努力 一个真正平和的人 在他平和之前一定来自过极致的努力 佛系青年 不是你唐岛就叫做佛系 是人像唐僧轮转了十世 人要足够努力 然后你才能立地成了佛 我知道很多人不愿意努力 为什么这个时代会说人间不值得 我知道我再努力下去 别说在北京很多一间城市我都买不起房 这是非常多人放弃的理由 就是努力不努力 玩不玩命 追不追 结果都差不多 那为什么我们不让过程变得快乐一点 愉悦一点 轻松一点 这样不好吗 今天我来告诉大家这里面的差别在哪里 这里面的差别在 如果你有一天停止了努力 你失去的不是那个结果 而是想象那个结果的权利 各位知道吗 我们人看似活在此时此生 但其实我们的每一天 都活在无穷多个未来的可能性 我们这辈子大多数人可能都挣不到一亿十亿 可是有趣的一件事情是 如果我今天立法规定你不能拥有十亿 对你应该是没有任何损失的 因为大多数人都挣不了十亿 可是如果我一旦这么立法 你的心里一定会不舒服 那个不舒服是哪里来的 那个不舒服是哪里来的 因为当这件事情已成定局之后 你就失去了想象这件事情的权利 我在北京 我一无所有 可是我的脑海当中 我还有前方的路 还有也许璀璨 但终究未定的未来 可是一旦今天 当我明确知道周围人都过得比我好的时候 我居然放弃了努力 我再也没有办法跟我的伴侣谈论我们的以后 我再也没有资格和权利去谈论 我们会拥有体面的生活 谈论我们会有将来的权利 哪怕我知道这个将来 也许八十年后依然不会来 可是在此刻 我还有想象它的权利 这是每一个人的最后一点权利 它不会被任何人拨走 除非你自己放弃了努力 当然我知道对方便有会说 这是一种病态 这是一种扭曲 你没有必要走别人的路 你需要活出真实的自己 错了 真实的自己根本不用活出来 我站在这里我就是真实的自己 大王你说每个人都是独特的 我梁秋阳是独特的 还需要我来努力证明吗 我天生就是独特的 谁能跟我完全一样呢 我们活一辈子就是为了 你是那个独一无二的你吗 那恭喜你 你生下来那一刻就已经成功了 我们为的是什么 我们普通人为的是什么 所谓的热爱 那是天才的话题 墨加特四岁的时候能够分出 他旁边那个小提琴的声音 比别的小提琴低了十二分之一度 黄之中十五岁的时候知道 他就要打一辈子辩论 那是天才的话题 普通人在追求什么 你去大街上问一问 普通人最多的苦恼 甚至都不是我没有办法做好我热爱的事情 是我不确定我是不是真的有那个命中注定的使命 所以我们在追逐的 我们在争取的 我们在享受的 我们在创造的 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丰功伟业 我承认 那就是我们每个人普普通通平平淡淡的人生啊 所以我非常痛恨某一些营销号 在灌鸡汤的时候不给汤烧 他告诉你 就因为你没有足够热爱的事业 就因为你没有每一天都为了梦想而努力 你的生活就一文不值 他在夺走每一个普通人努力的价值和意义 他告诉我 我每一天挤着地铁去上学上班 努力从这个池子游向另一个池 池子是没有价值 我不信 我不信 因为生活不仅是一场赛跑 生活还是一场逃亡 很多人努力追上前方 你不要就看着灵灵风骚的那几个人站在朝头 多少人在洪水来的时候往前跑 除了是为了追上前面那个人 更是害怕被后面的人追上 所以 为什么要玩命追 玩命追我们获得的是什么 我们没有获得太伟大的东西 我们获得的是我们自己的本身 如果人生的旅程 这是零的基础线 我们玩命追 是为了在我们力所能及的时间范围内 画出一个更漂亮的曲线 我们活在这里的每一天 我们创造出的每一点欢乐 我们给重要的人带出的某一点成就感和安慰 那个就是我每一天 我这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意义 他不需要任何人来为我赋予意义 他也不需要任何人来否定他的意义 我不需要拯救这个世界 我努力追上前 我拯救了我的人生 这就是一个普通人最大的英雄主义 谢谢大家 就要完了以后 正方领先44票 来 反方 三变 雄号 平复一下啊 大家 对方三位伙伴说得真的非常好 但是如果大家非常认真地去听 他们讲的观点并不复杂 来 我们一个一个来看 你可认为周围的人 如果都比你过得更好 你现在干嘛呢 你再什么都不用干 你必须停下来 停下来就是一个其实很了不起的见解 刚才小路说怎么能让人停下来呢 各位 整个东方思想就是让你停下来 西方的思想如果我们用一句话来做简单的概括 就是 你不能停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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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到你改变整个世界 改变整个世界获得的丰收就是你停下来 可以坐拥这一切 东方思想正好相反 东方思想说 你不能停下来 你不能改变这个世界 until you sit 直到你停下来 为什么停下来特别重要 因为你在一个慌乱的处境中 你举目四望 你觉得别的人都比你好 你乱了 你慌了 你着急了 这个时候要挑战的不是你的步伐 而是你心里的世界 东方的哲学相信你的世界 内部的这个世界如果是正确的 外面那个世界会越来越好 所以每个人其实是一艘船 我们在海上不断航行的时候 我们会遇到这样的风和那样的风 请你记住 如果你作为这艘船 你不知道你要什么 你去往什么方向 你没有把自己的内心安顿清楚 所有的风都是逆风 停下来 想一想自己要去哪 来再说一个出路 今天这个题提出来的时候 我相信在座各位会有点点难过的 我们大部分人在北京 你知道北京的生活 北京的生活拥挤忙碌 我们在车马当中 不断的不断的 没有慢的生活 不断在前面奔跑 有996的时间 把你哐的死死的 以后你看周围的人 你觉得周围人非常的优秀 而且后浪又极其汹涌 怎么办 你可以有一个漂亮的战略的转身 除了北上广是没有别的地方吗 大家见过大理的风花雪月吗 大家尝过成都那个极为贴心又便宜的小吃吗 你在寒山寺的旁边听过那个漫漫的钟声吗 各位策马天山人生几何呀 中国如此之辽阔换一个地方换一个天地 就换一个人间 怎么会是一定要追这唯一一个出路呢 你在一个大的国家 你要享受 由规模和多元给你创造的福利 这是另外的一个出路 所以我们有出路 我们不会在一条单行道上 只看见别人的背影 然后疯狂要去奔跑 这是第一个小路的问题 第二我们看小彤的问题 小彤说年轻人就要去疯了 就要去拼啊 年轻的感觉特别重要啊 人是少年之时要活出少年感啊 活出少年感是一个特别日本的概念 为什么要在少年当中去绽放那种青春的力量 因为日本非常喜欢樱花啊各位 樱花是一种特殊的物种 它会快速地绽放 然后快速地消失 然后沉寂到土壤当中 但是美学上极有价值的樱花 它是我们生活的真相吗 各位想一想 你是急速地拼命 咬紧牙关 绽放一次 还是你想想 其实人生是一条奔流不息的长河 我们到底是要跑到最前面 还是唯有源头活水来啊 人生是一成一尺之得失 还是拉开看 在长期的生涯当中 我们发现它不是一个有限的竞争 它是一场无限的游戏啊 所以各用青春 各用篮球 各用年轻 呼吁所有的年轻人 在年轻的时候要去奋斗 樱花之毒啊各位 樱花是有毒的 你的人生不是看一次 绚烂绽放的樱花 你的人生是在长河当中 你需要不断地去排遣 不断地去成长 今天有一个节目 我突然想起来 三十岁的姐姐们参加的节目 如果我们过分地放大小童所说的 年轻的奋斗产生什么结果 你把所有的光 放到最年轻的这段时间 让它充分地绽放 别的时间就没有光亮了 三十岁多好的年华 姐姐们说 我们没有舞台了 没有光亮了 不 人生不是一次拼搏 不是玩命一次 每一个时光 都流光溢彩 你们八十岁的时候 都流光溢彩 这是我要给大家的 关于年轻的解释 第三 对方说的关于努力的解释 很简单 各位 我方今天澄清一下 我方说 不是不要努力 我方是说 以什么样的心态去努力 你可以在别人的眼光当中 因为别人这样那样的话 你去努力 当然可以 但我觉得太累了 你真正想努力 是因为一个东西 你内心深处 你想要它 你想获得它 不是任何外部的力量 让你去努力 而是你有中的愿望 你的心仍然保持着滚烫 所以动机不对 场景不对 在别人的眼光当中 不断地去挣扎 不断地去比较 最后你可以努力 努力非常艰辛 这就我想到 台湾的美学家蒋勋先生 曾经讲过 他七十年代的时候 在卢浮宫做导游的经历 他说在卢浮宫当中 只有两种游客 第一种在卢浮宫当中的游客 就非常的着急 他进到卢浮宫 他要看完所有的画 如果你跟他一起走 你看到了另外一幅画 他很着急 他会问你说 你那幅画在哪啊 我逛了那么久 我怎么没有看到 但还有另外的一种游客 还有另外的一种游客 他会说 我在卢浮宫里 住足了好久的那一幅 它好美啊 你知道 在卢浮宫里 你能享受一幅画 静静地看 这是一种多大的幸福 和别人比 盘算自己用哪一幅画 还没有看到 和真正享受你看到的 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生观 因为 如果你老是跟别人比 你跟周围不断地参照 你说那幅画我就是没有看到 你所拥有的我还是没有拥有 你这一辈子都是非常可怜的 因为各位 你看不完卢浮宫的话 你不可能什么都有的 所以对方刚才跟我们讲的 是年轻人非常豪迈的情绪 他们说 我们要比 我们就是要在璀璨当中去绽放 然后有一天 终有一日 我要一日看尽长安画 我方告诉大家 长安的画 你看不尽的 我方给大家提供的方案 可能更靠近幸福一些 就是在长安城里找一个小小的酒寺 我知道在外面人非常的拥挤 他们走来走去 但是 我透过那些